今年来有不少民众都爱上在公园绿地野餐的活动 因为新冠疫情被闷了三年多的大家 终于可以享受不用戴口罩的惬意生活 最近姐妹都会约我们一起去野餐 然后很喜欢这样子坐在草地上放空聊天的感觉 一般野餐都会带野餐店 然后野餐篮 然后自己喜欢的一些小东西 今年已经73岁 历久不衰的今年卡通形象Snooby 也决定在国庆廉假后的星期六露脸 出席高雄的趣味闯关野餐日 其实在去年我们就有接受到粉丝在跟我们反映 除了路跑以外还有没有更新的活动 所以我们觉得趋势导向野餐是一个趋势 大家都是新型的一个活动 所以我们在去年其实就拿到授权了 就本来就想要办野餐的活动 可是还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还没有办法正式的打开 我们曾经也尝试过网路上来的野餐 可是我们的粉丝就反映 敲碗敲碗我们不要这样 我们要实体的 所以我们就运用暑假开始 一直到就开始真正的实体的野餐活动开始了 一般的活动啊大部分野餐活动 大部分都是有音乐会而已啦 我们加入了非常有趣的闯关活动 另外呢在整个的场景上面我们也有几个亮点 第一个有一个五米高的大气球 Snooby的来陪伴我们所有的Snooby的粉丝 第二个我们都知道 喜欢Snooby的粉丝都知道 它的狗屋是一个经典的场景 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也是最新的 我们把Snooby的狗屋打造成一个摄影棚 让消费者呢粉丝们来参加这个活动的 都可以尽情的进来拍照 你知道啊就在网络上有看到活动 然后因为我从以前就很喜欢Snooby 所以就马上报名了 可以带很多Snooby的就是一些周边的商品过去 然后看起来就会觉得很可爱 主办单位也表示 报名参与这次活动 有机会得到一份特殊的礼物 我们只有响应了这一次的野餐活动 所以我们的主轴只有出野餐店跟野餐篮 而且是否这一次的活动设计 另外呢最特别最特别 应该全世界只有这里才有 就是我们Snooby的叫做紫咖啡 那这个是让各位现在在流行 现在露营野餐或者登山见走 最方便的一个咖啡包 这边有一个挂钩可以挂着就带着走 今年恢复举办的Snooby野餐日第一站 将在高雄卫武营融述广场进行 如果还想要体验水上风情 也可以选择搭乘Snooby渡轮 让你往美照一次拍个够 直接看到感受了 我觉得太可爱了 而且它是红色的 你不觉得非常可爱吗 你已经准备好又在10月14号 星期六这一天 来一场超chill的Snooby野餐活动了吗 现在就可以上网搜寻 相关报名资讯咯